財財竟在運通 財富指揮官 財富掌停板 而且呢 讓各位有方向感的掌停板 各位注意喔 節目今天重在方向感 什麼意思呢 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今天下午看了很多的節目 我說真的一件事情 我所知道的資訊好像不太一樣 我相信有很多人 那麼其實你也跟了老師的沒有錯 很多人手上是 鄭德 陽明 萬海 長榮這些股票 很多人手上的是 新鋼 新光鋼 聚亨 夜星這些股票 鋼鐵航運在過去的一個月 甚至昨天起到現在為止 都還是這個市場上面 散戶朋友最多最多的恐跳 我先講一件事情啊 如果你的老師今天有辦法 找盤的時候把航運鋼鐵賣掉 然後回頭呢 馬上買進電子股掌停板的話 我當他是我的大哥 我當他是神仙 OK 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非常多的節目啊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件事 敬則做節目 指揮官做節目 有始有終啊 像一首樂曲 有開始的時候一定有結束啊 所以很多事情我都會在節目上給各位交代 我不會沒有理由的突然之間冒出一個說 今天我現在換安國掌停 我今天換橋頂掌停這樣的情況跟你講 我必須要說一件事情啊 今天假如就算安國掌停橋頂尾牌的時候 在這邊跟你追個掌停板有什麼意義 沒有意義啊 他們講了半天從頭到尾 你手上還是鋼鐵股航運股傳產股是不是啊 各位啊 親愛的投資朋友 難道前兩天分析師不是在講這些嗎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一件事耶 你在看節目的過程當中 有的時候我非常的為難 因為這是一個投顧型的節目 那麼它就必須要有成本 有些人呢 反正過去的事情 會員套了什麼股票都不講 但是重點他就是把今天的盤面上 最強的股票拿出來說 我認為這樣的節目啊 聽聽就好 當作餘性節目看 但是誰才能夠真的幫助你 誰才是在這個操作的過程當中 要幫助你就要有始有終喔 而且呢 今天啊 航運股跟鋼鐵股大跌 我說真的一件事 每一次看到大跌 我真的沒有那麼開心 因為我知道每一次大跌之前 就會有人告訴你 什麼 這叫什麼 我忘記了 那句話怎麼講 一張不賣 財富自來 就會有人告訴你 這樣的類似的話 就會有人告訴你說 欸 各位看到沒有 來 聯發科 一口氣還加發16塊錢給你 這絕對是聯發科 衝上1800塊的訊號 只要抱住聯發科 你就是台灣最有錢的人 記不記得啊 當時有多少抠訊告訴你 聯發科一定大漲 當時有多少抠訊告訴你 有達一定大漲現在呢 所以我說過啊 我真的不希望我這次對 我真的希望說明天這些股票 彈上來 不過這是一波到底 我相信是不是有點過頭了 前一段時間 我們幾乎可以這麼說 該跟的都跟你講 該節目上的節奏都跟你說了 包含了鋼鐵航運 剩下當沖的價值 我也跟你說了 當沖總不是叫你說 每天都給它留下來吧 然後什麼時候跟你講說 避兇趨吉 7月6號也跟你說了 等一下我們來做音證 我只能這麼告訴各位一件事 如果你是看得懂節目的 如果你是在跟老師的 如果你準備要跟老師的 誰是真的用心 誰是真的把你的錢 當作是需要保護 需要擴大的 誰只是上電視來演戲的 現在又是一次 讓各位好好分清楚的時候 我每一次 一兩個月之後呢 就要講同樣的話 各位看到沒有 上一次4月29號 誰告訴你 友達沒問題 連巴克沒問題 電子股用力買的 一堆啦 對不對 友達有什麼問題 沒有啊 群創有什麼問題 沒有啊 彩晶這個不買不可以啊 開玩笑 今年賺了4塊錢 友達群創賺5塊 我都會背了 2454連巴克 沒有問題 趕快用力買 不買都不行啊 甚至各位看到沒有 去年告訴你 哎呀679塊 台積電不買都不行啊 我先不講說 台積電後面會不會長上去 你光這樣套了半年 你覺得你的心情好嗎 蛤 如果他也要套半年呢 如果他不小心又掉下去呢 他一掉下去那不得了的事啊 誰帶你避開的啊 我們等一下再來回顧這一段好了 避開之後為了讓各位看得更清楚 而且我是帶會員的 我的會員朋友如果我不去放空 很多人股票他不賣的 知道嗎 所以我這麼跟各位講說各位 今天也是一樣啊 我可以跟你講我的會員朋友鋼鐵 而且航運沒有人套牢的啊 為什麼啊 因為答案很清楚吧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強調一件事 來 今天我們會談到這個叫做解封受益股 但是也要提到解封受害股 我們等一下會從這個地方 一個一個跟各位來談到 注意喔 從7月1號開始 你可以開始回顧了 這是股市現場的節目 我的節目也有跟你講 那麼同樣的字卡拿到股市現場上去了 我說你今天要做航運股 你要做鋼鐵股 特別是以航運股來說的話 你要知道上漲的原因 不要傻 我不想講這個字傻乎乎啊 不要從頭到尾 你都不知道什麼原因 然後就跟人家衝跟人家撞 那最後你就像我昨天所講 你會被掛骨彩 尤其是笑臉呢 我今天講的明白給你聽啊 現在萬海長榮陽明 已經是這個所謂領虎最多的啊 我說第一個油價你要漲嘛 油價在漲你的船 是不是 我油價漲了 你要上我的船 我要給你加價 運價呢也在漲啊 因為大家現在都 現在都在漲價 第三個我又找不到工人啊 我親自幫你搬耶 還要幹嘛 而且疫情假如那麼嚴重的時候 你就會有 治港費 就是我貨下不了 對不對 所以治港費啊 我少賺啊 還有咧 沒辦法下貨的費用 沒辦法上貨的費用 拖運費 一樣的道理啊 所以才會造成運輸到處的火熱 今天我一直跟你講呢 油價已經跌了 運價呢 今天開始跌 注意喔 運價今天 美西已經跌了喔 遠東也都跌了喔 因為拜登介入的關係喔 那疫情 美國跟英國還有歐洲啊 人家打棒球的打棒球 今天是 美國啊 這個這個全壘打大賽對吧 明天是美國職業棒球明星賽 你還知道看大谷翔平吧 昨天是英國跟義大利在踢足球冠軍啊 人家現在 我必須要這麼說 你說老師疫情還很嚴重啊 我只能說一件事情啊 現在經濟發展是最重要 所以美歐現在都走解封的路線 我們台灣還在封閉喔 是我們台灣自己 真的是有點小心啊 所以疫情呢 七七已經退下來 這個是最重要的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理由說給你聽喔 這是七月九號的節目 這裡有寫喔 我說七月五號以前還在做多 七月六號公開講空 空什麼萬海鎮德喔 各位再看一下 來注意 七月六號的在這裡 全市場上 我為什麼要寫標題 你看他有很多分析師 連標題都不寫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件事 我寫這個標題 是會讓電視機前面的您看啊 比如說老師我又沒參加你的會員 你對我那麼好幹什麼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件事 我覺得上電視 先讓電視機前面的人 看到我們的想法 而且是對的 那就是幫助大家的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句話 如果我已經這樣跟你說了 你還七月六號給我去買陽明 買在最高點 你還哪 我上面寫台股買盤擴散力降低 這是養套殺主力原則 萬般拉台只會出 這沒有一句好話了吧 我可以講說陽明今天是非常好 這個以後還會再大漲 接下來還有巡價圈購 我不是寫這個吧 我寫養套殺了還都寫出來 萬般拉台只會出了 我說各位看到沒有注意喔 你說老師你會不會天天都寫這樣子啊 來我們再往下看 這是我給我會員朋友的傳真稿 老師昨天的口氣有很大的不同 對吧 很大的不同 七月五號還在做多 我們講做多是當衝做多啦 我直接告訴你 那已經是 已經是在告訴各位 已經要準備轉彎了 因為國家市場是這樣子 漲上去漲上去 到最後快要轉彎的時候 這地方還在當衝嘛 等到真的下來的時候 才開始回答嘛 對不對 你就上來的時候再漲嘛 對不對 這裡是幹嘛 橫著的時候是當衝嘛 下來的時候才下來嘛 所以我把三個動作都做了 做給各位看了 各位看到沒有 很清楚吧 航運股高年可能真的到了 銅價很久沒漲 鋼鐵股後期漲的沒道理 這樣還不夠嗎 孽價也很久都沒有創新高 孽價我都不知道它到底在漲什麼呢 這個不夠的話還有咧 各位看到沒有 馬斯基航運今年漲多少 2.26倍人家全世界第一名耶 中國大陸第一名是什麼 3.17倍 中原航運耶 萬海漲幾倍你跟我講 所以我說過這次的行情 除了基本面 基本面這個叫基本面吧 上面人家漲多少 我們跟漲多少 你怎麼不能費成辦法裡面又漲 我們台積電猛漲 這樣不對吧 你怎麼不能美光猛漲 我們今天華幫電猛漲這也不對吧 我們這個漲八倍耶 這個漲十倍耶 這個漲七點五五倍耶 我昨天也跟你講說各位注意一下 我說這件事情美國注意到歐洲注意到 找得到工人了 你不能再跟我講說我要治港費 找得到工人了 你不能再跟我講說拖延費 懂我意思了沒有 而且到處都在解封了 你不用每天給我吹牛說 我今天啊倫敦又塞港 我今天紐約又塞港 人家現在港口早就開了啊 你不要給我塞一些人家都不知名的港口 中國大陸也沒有在塞港啊 來各位注意 這裡的話 我們不是空在最高點衝在第三天了 這裡就是第三天啊注意喔 兩根黑棒的第三天喔 7月6號 人家是7月5號就見高點353了 各位看到嗎317塊開始往下空 317塊開始往下空 空了之後來這邊補過一次 上來呢再空 因為這是指標股嘛 有的時候指標股最清楚 能夠抓到指標股就沒有問題了 注意今天的抗訓還有 在外面幾乎沒有勸了 因為現在沒有勸了 為什麼會沒有勸 陽明有沒有勸 沒有啦 高手人家早就飆光啦 我就跟你講 為什麼會沒有勸 高手偉見說為什麼沒有勸啊 這樣來來回回快四字停板耶 為什麼長龍也快找不到勸 長龍本來就沒有勸了 因為限制 為什麼陽明快沒有勸 你說老師我們來抠個陽明的空單 我抠出一個沒有勸了 沒有龍勸了 沒有辦法劉昌只能當衝啊 而且今天他破了多少 今天他最低的到176塊錢 破了圈購的182塊 天啊 還給你弄一個圈購說 讓你他覺得他不會跌 有的趕快捏著 趕快拿著不要放手 我一直跟我會員朋友講 你有勸的趕快拿著 沒有勸代表什麼 代表很多大戶都已經從多方站到空方去了 我真的必須要講一件事啊 所以請各位留意 有的時候股票市場裡面 我們必須要很很安靜的動作 那我已經告訴你預警了 所以親愛的投資朋友 我只問各位一件事就好 你覺得誰才是真正在幫你 你喜歡看說今天萬海跌停不知道 今天長榮跌停不知道 今天揚明跌停不知道 嘿 安國漲停板 嘿 喬頂漲停板 你轉台 你喜歡被這種 因為人的耳根子都是弱的 哎呀 放心啊 這些股票跌了沒關係啊 我們的股票漲停板 哪一個比較重要啊 這個一影響下去 可能所有的散戶一人一張啊 不只喔 有人一百多張的 今天下午還打電話給我 歡迎各位注意喔 這叫一波到底 注意喔 看清楚人家漲了多少 八倍啊 不是這個是八倍對 這個是十倍 從二十塊漲到兩百三十四塊 接下來 不會啊 不可以再講這些什麼 找不到功能啊 歡迎各位想盡辦法跟上 如果你手上有這些股票 你成本很低了 趕快避凶趨吉 我話跟你說明白了 一開始一定是跌跌跌啊 我就直接這麼形容啊 等它反彈的時候 未必比開始跌低啊 未必比開始跌的時候高啊 懂不懂我的意思 這個比較複雜 如果你想要 碰到這種鋼鐵航運 不知道怎麼辦的 請你趕快來找我 同時呢 該做多就做多 該做空就做空 多空雙向 已經跟你說得明明白白了 雙向靈活操作 我什麼時候跟你說過 多空雙向啊 就表示說要回黨啊 做人要聰明一點好不好 想辦法跟上 真正的財富指揮官 保護你 幫助你 是我最重要的任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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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不能做的行情只有不会做的人 什么叫不会做的人从节目就绝对看得出来 前两天不断地跟你讲这个航运股有多好 这个钢铁股有多好 没有航运股你一定真的是做不到的 然后今天跟你说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跌停没关系 不好意思讲跌停没关系那才怪呢 基本上来说的话它这波是一波冲上去 而且请大家留意 这一次运输股的成交量最高来到百分之五十八 现在只有百分之二十九 按照这个比例上面来说的话那不得了 因为它等于少掉了一半的成交量 我一直跟各位强调一件事 如果台积电跑出来的时候那就麻烦大了 为什么 因为整个航运股全部加起来 只有电子股的十分之一不到啊 所以当时为什么航运股这么飙啊 第一个是电子股 那时候真的都没有动嘛 台积电其实一直到今天之前 我也觉得说它几乎都没有动 那光一个台积电是多少 两千五百九十三亿耶 是长龙的几倍啊 你想想看 是十家长龙 十家长龙 这个五家长龙 五家这样子 五家这样子五家阳明耶 你知道那个意思吗 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 太多的成交量去挤进了太少的股票 它才会一直飙一直飙一直飙啊 如果我们的长龙像马斯基那么大 它大概就是两倍三倍 像中野豪运那么大 它就两倍三倍 偏偏我们的公司比较小 扑鲁扑鲁就通通上去了 但是这个上去之后 超过人的涨幅的时候 各位就要小心一下下说 万一它要回来的时候 它也会比别人回党的更多啊 所以股票市场里面 是这样的一回事啊 所以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接下来你只要记得 我的公司就好了 一个礼拜有53周 那每周15% 你要赚长停板也可以 长停板最近来说的话 好像比较少 为什么呢 你必须要这么说 有人说老师 电子股听说今天好强哦 什么什么的 你必须要这么讲一件事啊 你要想想看这些股票 它到底是出名还不出名啊 那说这最简单的一句话 你做老师或者你看盘的时候 你一定是从长龙 从阳明 从台积电 从国剧开始看嘛 你不可能从这个什么龙科吉祥云 什么什么惠友桥顶开始看 什么安国开始看嘛 对吧 中国票你一定是有一个由大而小嘛 你不可能不知道说我今天 今天长龙跌立板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安国会长停 我觉得这个说法实在是太离谱了 就像什么 就像中华民国总统是蔡英文 你不知道 你只认识黄敬哲 天底下哪有这个中华民国的人啊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你要知道一件事 涨停跟跌停 我会选那个最好赚 而且最明显让各位掌握的 我今天讲这个阳明连续 那个万海连续四支跌停板 我相信各位一定看得见 你在讲那个什么股票涨停的 哎呀明天再来追追看 做什么你都不知道 说穿的是这样的 那这次为什么说阳明万海这些 我认为这个问题是蛮大的 就是因为太多平常没有在做股票的 也跑来凑热闹 为什么 因为太容易懂了嘛 你叫他航海王就好了 就说只要有一艘船在走 所有的船一起走 对啊以前是这样 现在你也这样子弄的话 那麻烦有点大 所以我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看到没有 这行情里面 掌带你做掌 盘带你做盘 前段时间为什么你都看到我说 这些我都在帮你做 什么观光股啊 车电概念股啊 电磁股啊 然后注意哦 这边有油价股啊 我都没有时间一张一张翻了 这是油价股啊 这样不断不断的跟各位抢 因为我知道说 它已经进入一个横向整理了 你要用这些动作来 大盘来映证我跟你讲 动作的正确性 懂我意思了没有 而当这些开始进入 正式回档的时候 我也开始跟你讲说 请你注意 所以国家市场我常常讲说 你到底会不会看节目 那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今天行情 它的跟大盘是完全脱节的 人家在当冲 你在做波段 人家在做 航运股 你在做电子股 那从头到尾都是不对 我相信 如果之前做电子股的人 你敢说他没有联发科吗 你敢说他没有2409的 2409的友达吗 今天在讲说我什么 安国掌庭 桥顶掌庭的人 难道他不会有有踩金吗 有这么厉害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卖掉阳明 然后刚好赶到桥顶 我就跟你讲说打死不相信 因为这相差太远地球的两端了 上者怎样 观察国际局势 生活变化 科技发展 那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我这次跟你谈的叫生活变化 其他的观察指标 什么叫你卖软体 不好意思讲 买软体有赚钱的话 才怪的 营收报告 营收报告是落后的 这个月赚2块 下个月不见得乱赚2块 6月份营收创新高 7月份搞不好比6月份落 最糟的就是听消息面 最高杀利 这一次我还特别 有天我在路上走的时候 不能说在路上走 总之我站在一个地方 旁边有两个年轻人在聊 他跟我说这只股票昨天跌停 后来又拉上来 今天又快要跌停了 天啊我的妈呀 年轻人啊 这个20分钟交易一次 你都不知道 你也敢做 所以我就跟各位讲说 各位光听到这个情况 还有呢 各位知道吗 有多少人在这个时候 一直跟我讲说 老师这个连发科 那时候脸书每个都发 连发科多发16块钱 我说连发科发16块钱 最麻烦的是 他没有办法发第17块钱 他把他所有的 所有的这个所谓的 这个好的 通通发给你的 不要忘记 发给你那个也是你的钱 除息特别股给你钱 也是你的钱 今天是没有时间谈这个 不过这么跟各位讲说 各位注意一下下 来吧 你看到没有 我跟你讲说必凶趋吉 你看到没有 拜登已经在讲什么 讲说这个运输成本 已经实在是太高了 这些东西 请你记得 我跟你说的这些话 而且是拜登动的手 拜登一旦动手的时候 对不起啦 你再继续这样子 讲下去的时候 以前啊 航运股可以在那边讲说 这里塞港 那里塞港 现在如果说这个港口 真的塞没塞的话 美国商务部最清楚 所以你在随便乱讲的话 大家就知道了 我是说真的一件事 以前可以这样喊 因为全世界 我那时候是不是这样告诉你 我说全世界没有一个分析师 有办法在每一个港口派研究员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情况 我可以派十个人在台积电 总公司我就知道他的业绩 我可以派九个人在大力光 就是他的业绩 但是全世界港口一人派一个 我告诉你运达头顾 老板也没这个钱 我也没这个钱 不可能的 连巴菲特都不会有这个钱 来吧 不说那么多了 各位看到没有 这些都是我带各位操作的 你曾经套劳过友达吗 你曾经套劳过电子股吗 你曾经套劳过联发科吗 这些都是我帮各位做出来的事情 我上次对了 我现在正在想说 要不要说希望这次对 除非看到没有 运输股的成交又变成这么大一根 八分之一的股票 占一半的成交量 你还记不记得 光一个这个叫什么 万海的成交量 那就吓坏人 这是解封受益股 受害的跑去哪里了 总之我们还有一档股票 在这里看到没有 这股票今天大跌 跟自己讲钢铁股没有错 钢铁股今天很惨 钢铁股是不是这边有个断桥 这是我的教材里面写的 没时间翻了 那这里有个缺口 是不是这里一定会有缺口 有缺口之后 这下去的话连颈线都破了 报线还在跌 请各位看一下 你说老师 这些听起来 到底这 每个人都会问那个到底真的假的 去问别人不要问我好不好 请看一下这是5月20号的专案 叫你弃暗投明 那时候叫你做什么 电子股弃暗投明 小心一点 欢迎你持股体检 同样的避险也可以套利 当时讲的是什么 联发科跟友达 现在你小心一点 钢铁跟航运 特别是钢铁航运 是现在最多人拥有的股票 要不要持股体检 有反弹想办法跟着我 找到一个好的价位就走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看到没有 这边都写得很清楚 这是5月20号的专案 欢迎你想尽办法跟上 真的给你方向 真的给你方向感 而且跟你说真话的财富指挥官 这样才能够帮助你 保护你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创意比赛尽在运通 运达投资 年终大优惠 面对诡调判施 精选标的 绩效才是赢家 稳三稳打 财库满满 五八旺旺来 五八旺旺来 数不上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市场唯一 生技加科技专家 流水理论超越市场 趋势大师黄老师 当冲阵中 时间密码 当冲加波段 双向获利 刷三线 02-2781-0909 2781-0909 周周其努力 周周拼价差 业绩股 题材股 人气股 涨停涨停 再涨停 运达投股黄老师 九大标五要领 专挑起掌 第一支掌停板 分担会里 再进再出 短线保护长线